大S、汪小菲離婚風波不斷 這場前夫前妻的戰爭疑似在2022年落幕 沒想到2023年剛平靜了幾天 汪小菲昨日深夜再度在直播上飆罵 她表示自己晚上剛回家就收到大S發來的律師函 忍不住情緒怒罵有臉嗎你 接著手指鏡頭飆吼 把怒氣帶到GG葉身上說她是罪犯 更隔空點名大S的代理律師賴芳玉 要求大S更換律師否則免談 今天給我發律師函 有臉嗎你 還有你啊先幫你現老公 無犯罪證明給罷了 別讓我們家一個犯罪 有一個罪犯 她那個律師叫賴什麼玉芳 那個女的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典型的那種挑人事 搞事的一個假裝女權主義的人 我要是律師 我肯定先勸和不勸分 這個女的不是什麼好東西啊 你不要聽她的 那律師費誰給的 我給的 我給你裏面給我打官司 除非你把它換掉知道嗎 人家滾蛋 你換個心理師跟我談 有得談 我跟她談不了 然後滾 最後落下狠話 要大S別再挑戰她的底線 否則她要把2018年的事情抖出來 是吧我不知道 我有她的正義 我不想說 嗯 台灣那些朋友發言我了 18年的事我不想說 丟人 不過直播結束才幾小時 汪小飛又照慣例出來發文解釋 趁自己衣食激動說的有點多 並強調自己的訴求很簡單 但也馬上就被網友酸爆 也不想像現在是疫情高峰期 只顧著自己的直播流量 還天天情緒激動 沒什麼新鮮的了 不過也有人說 和王小飛的訴求這麼卑微 支持她硬起來 引起兩派論戰